醫療方便的主持人來看中華一名52歲的老四男主 按這個便宿出來之後 向向是去記憶 又一直問家裡的人同樣的問題 趕緊去便宿檢查 觀察3點之後 再來回合正常 醫師就趕拍 建一個便宿也會去記憶 急診醫師表示 老四男主到便宿的時候 醫師雖然很清楚 算是七神七神 不過一直問外人在哪裡有什麼的在這裡 便宜提供電腦斷層檢查 確定都沒問題 好知在觀察2點之後就悔悶了 病人到急診室手號碼 他主宿說就是上完廁所之後 又是大號碼 然後之後就是整個人變得意識 記憶都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 然後不知道在哪邊 所以來急診室求診 那我們那時候就懷疑說 有沒有什麼中風病灶 所以來急診室就安排一些檢查 包括抽血跟掉斷層 那掉斷層做完之後 我們發現便沒有任何的初血 或是其他的一次中風的一些結構變化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排除了中風 或點醒其他的可能性之後 我們研判是一個比較罕見的 暫時全班性的失憶症 醫師說 人清脆少許都寄了 所以一直問一樣的問題 會讓之後也不記得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 檢查之後 排除中風陽性那些是腦上電問題 結果就是肯定的全班性是意見 病人有時候用意上廁所說 會誘發一些迷走血管 迷走神經的血管反射 那那瞬間會導致血壓會降 然後心跳變慢 所以可能那時候就導致腦部的血流供應變少 我產生這樣的情況 我就是可能推測 醫師建一波基礎 全班性是意見的原因沒有變化 很可能是因為變少的時候 不準太過程 讓血壓下降 他們去腦部 暫時的欠貴造成 多重新博文中向重貌 彩虹北斗 然後保命士